逆經故事 古卦 上九 關於小說中的武姓 古卦第六號 上九 筆是皇后 高尚其是 筆是否定 筆是手拿著列句 引身有目的行動 皇 虎月代表皇權 後 站在崖邊射箭 隱身危高 人膽大 皇后 是顯赫的著迴 高 城上面用來瞭望的樓台 隱身高 上 向著高台上面的物件行走 隱身崇尚 旗 是波及 隱身篩選分類 士 手拿著列句 隱身有目的行動 高尚 是智行高潔的人崇尚 意思就是 不會有目的感去拿到顯赫的著迴 智行高潔的人 崇尚和自己 志同道合的人 三角演員裏面的關於故事 可以解這隻鵬的鵬耳 關於160-2020年 智雲祥 本智祥身 師弟河東解糧人 即今日山西省運城市 清康熙十七年 1678年 介州州首 黃朱淡 在進修古井那陣 掘出關於的墓磚 磚上面刻有關於的祖 父 兩世的表字 伸出蓮儀等等 提到關於的家庭狀況 黃朱淡因而寫了 前將軍 關藏幕侯 早冒悲鳴 指出關於新於漢援帝 延期三年 6月24日 即公元160年 8月13日 東漢中原元年 104年 關於在家鄉犯了殺人罪 逃走到達郡避難 透明道教主張國 發動黃金起義 即隻賣鞋為新的劉備 自稱漢景德的兒子 即中山靜王劉勝的後人 毛澤義勇軍 保衛鄉里 對抗黃金入奪 189年 關於與張飛 在德郡相遇 他們兩人 其又跟隨劉備 結為兄弟 關於年紀 教劉備大一年的 劉備洗詐 應造大哥 三國演義入面的桃園結義 由此而生 關於交朋友的喜好 與張飛是相反的 關於喜歡武士 輕視於心 張飛輕視武士 喜歡親近民人 191年 屠蘇召集18號 諸侯軍隊討伐董卓 三國演義入面的溫酒斬華雄 由此而生 194年 劉備繼圖謙領徐州 建安元年 196年 劉備被袁述 呂布夾公 關於跟隨劉備 一齊投奔曹操 1918年 劉備和曹操 一齊在下壁圍攻呂布 淑姬和華洋各自機栽 呂布報章秦而錄外出求援 留下華人的妻子道士 他兒子出生後秦朗 關於說自己的妻子沒有生育 向曹操請求破城之後 取道士為妻 曹操答應了他 關於之後幾次都向曹操提這件事 曹操起了疑心 乘破之後 先去看道士 見得好美 佔為己有 關於因此心中好不滿意 秦二陸投降曹操 單紋疾願願令 曹操後來任車就為徐州刺史 關於跟劉備 跟隨曹操班司 曹操和劉備 主走論英雄 曹操和劉備 一齊打獵 關於勸劉備 趁機殺死曹操 城西壯大 劉備不聽 原術不想投靠袁紹 劉備奉徐曹操命令 在徐州攔截原術 趁機襲殺 徐州刺史車就 命關於守下批 領徐州 劉備 返返小配 建安五年 二零零年 正月 曹操協看朝天子之名 分兵五路 進攻徐州 劉備戰敗 和張飛失散 關於被困在下批 曹操屬下大將張遼 向關於勸航 關於同意 提出三個條件 第一是不投降曹操 只是投降漢室 第二是被劉備兩個夫人 諷錄尖讓 第三是如果只有劉備去向 又可以即時持官 追隨劉備 曹操答應關於 至厚禮諷錄 封為編將軍 是五品低級的將軍 關於保護劉備兩個夫人 跟著曹操去許都 曹操所顛呼和打擊關於的正氣 只是被豆腿和兩個夫人在房間 在寒東立月 關於一手拿著燭火 一手拿著刀 一夜不眠 站在門旁邊 曹操好敬佩他 曹操吩咐張遼 探問關於會否轉頭曹操 關於探飾地說 我深知曹操待我甚厚 但我受劉備將軍的口音 發誓共死 不可以背棄 我始終不會留下 但必定會立功報後曹操之後才離開 同年二月 袁紹派大將顏良 和純於瓊 郭濤等公白馬 曹操親自率軍救援 令張遼和關以為先鋒 關於單人匹馬 衝入碧鎮 殺袁紹軍中主將顏良 在萬軍之中斬首而反 張遼和徐煌 斬殺袁紹軍另一個主將文醜 袁軍將領沒有人能夠抵擋 白馬之為避解 關於避封為漢獸亭侯 名義上由漢兄弟所封 亭侯是18級障礙入面第16級 高於17級關內侯 18級關內侯 關於立功之後曹操知道 他一定會走 重家賞賜想留住他 關於全部都不收 4月留詩告辭回到留給身邊 曹操的左右都想去追關於 曹操就說 比國衛其主密追也 關於最終和張飛在古城會合 未發生過三個意見裏面所講的過五關斬六將 張飛說服重而陸 背叛曹操投靠劉備 重而陸最初是答應的 後來又反悔 被張飛一毛捅死了 重而陸的兒子由曹操撫養 又成為僑企將軍 2011年劉備攜民投靠劉表 田兵新野 建案13年 208年 朱國亮在籠中出來 受到劉備重視 引得關於張飛等不如 赤壁之戰 曹操被劉備和孫權聯軍打敗 劉備向南發展 拿到京州南部 武寧、長江、貴陽 004郡 211年再拿到益州 建案20年 215年 孫元派泰秀 接手京南三郡 被關於111驅逐 雙方關係惡化 孫元開師仇視劉備和關羽 建案24年 219年 秋天7月 劉備奪得漢中之後 自稱為漢中皇 拜關羽為前將軍 賈折月 都督京州 同年 關羽率軍在江陵北上 發動雙環戰役 進攻京州北部的范城 范城 當時由曹操佈下曹人駐守 曹操派左將軍于禁援救 于禁七軍火出真雲曹雲 關羽與于禁交鋒 三個議員中說 關羽被曹人獨戰射中右臂 由華陀 刮骨療毒 華陀其實在208年已經被曹操殺死了 事到八月 大雨龐沢 山豪暴發 河水罩將 水淹七軍 于禁束手奏禽 部下幾乎全部投降 副將龐德被活捉後不投降 被關羽殺了 關羽再一步 圍困曹軍大將曹人在范城 令帕院軍隊包圍襄陽 曹操所指派的京州次使 胡修 南鄉太守 副方 投降了關羽 與此同時 自許都爾南 曹蘇陣營下的梁、格、陸運等地 道察都緩原了關羽號召 願意成為其支檔 關羽一時威震華夏 孫權為其兒子向關羽女提親 關羽飛達姆答應 反而大罵阿萊士 說孫權的兒子配不上其女兒 婦女喜能教的犬子 他自求婦的要求 孫權好生氣和關羽世不兩立 司馬爾、蔣製等人 結曹操和孫權結盟 孫權同意和曹軍夾擊關羽 220年 曹操派大將徐訪 增援范城 東吳呂蒙配合偷襲江陵 關羽知道孫權夾擊後藍遲 敗走密城之後 士兵逃散 關羽身邊值得回十幾期 12月 關羽被孫權大將 搬位暴將馬中暴殺 關羽大仔關平 趙淚也在臨祖被斬殺 孫權將關羽首級送到洛陽給曹操 曹操吩咐 另外黑尋香木作為關羽身軀 以諸侯之禮將關羽安葬在洛陽關臨 孫權將關羽身軀 以諸侯禮安葬在當陽 即是關陵 亦都稱為當陽大亡寵 屬康政權在成都為關羽建了衣冠寵 即是成都關羽墓 以招雲祭治 關羽故鄉山西運城 戒州後來建立關帝廟 視為戒州關帝廟 被認為是關帝文化歸返的地方 民間就說 頭枕落陽 身惡當陽 雲歸戒州 歸世世後兩個月 呂蒙奴曹操相繼病故 竟要三年 二六零年九月 熟漢後主劉禪 追溯關羽為莊妙侯 母兒不遂若葬 名與實爽若茂 意思就是肯定關羽軍事上 有些能力 但最後兵敗荊州 名不負實 後世歷代王朝 對關羽都有追封 侯而皇 王而帝 帝而聖 聖而天 佛宋宋徽宗 追封為中衛宮 後來加封為武安王 宋朝之後 關羽開始被神化 元朝開始 封號逐漸被加上 真君、帝君、聖 這神的封號 明朝對關羽專稱 由關王升格為關帝 明清時期 關羽廟宇由漢地 延伸到蒙古、西藏、 朝鮮、越南、日本、琉球 亦有供奉關帝的廟宇 宗明、衰靜、亦贊、孫德、關聖 大帝 這是關羽最長的封號 一共26個字 民間多數叫關羽為武才神 有別於文才神趙功明 三個已見作者羅冠宗 虚構歷史 將關羽塑造成武星 例如關羽溫走斬華洪 華洪其實孫堅殺 民朝寫官道支支 只是煉軍入面並不是關於所殺 桃園結義三英戰旅報過五關斬六將 戰王中華蓉道上色曹操 手拿著青龍掩月刀 助劇赤兔馬身高樣貌 都是三角演義小說虛構情節 江瑞17年1891年深水埗方仲各區善信 諸大鵬協正清朝官員 捐款興建關帝廟 原本叫協天公 後來改稱武帝廟 廟裏同時供奉觀音和包工 是九龍區裏唯一主奉關帝廟宇 地址在深水埗海灘街158號 1923年 尤馬仔警署啟用 探員劉福 向香港第一個探長和總探長姚木建議 在警署裏供奉關帝 劉福在1949年升為九龍區總華探長 1951年接替姚木 升任總華探長 2014年2月 京州關公議員開工建設 耗費15億拒之建造 警區裏有一座號稱全球 量體最大的青銅關公帳 淨高48米 重1200多噸 連船型底座高達57.3米 造價1億7千萬 2015年2月28日開始現場安裝 2016年6月3日安裝完成 2016年6月17日 京州關公議員開始營業 青銅關公帳出現沉降 2020年10月 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通報 重點保護區裏建築物 高度不開九公尺 關公議員裏一座關公雕像 違反 京州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規定 2021年9月1日 雕像開始拆除 將我搬到京州區點像台組裝 整個工程的支出 高達1億5千5百萬